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网络朋友,幼子先生 今天继续来玩这个若克人八代 上一期的影片在算螺丝的时候 没有数到7这个数字 导致后面说的数字都需要减1 在做YouTube字幕的时候 已经把全部数字给矫正回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YouTube的影片右上角都会有一个细细的字母 只要点击开启就可以看到字幕了 回到游戏的第二张地图 第一个挑战我选择了巨剑人 它的地图场景就像是在古代遗迹一样 进入室内之后墙壁可以看到有4种图案 会对应着4个特务 就像是这个榴弹的图案 榴弹在这个房间里面可以做照明 还可以防止上面的敌人掉下来 压到洛克人 获得第26克罗斯 到了最后面的区域 需要踩对顺序才可以将门口给打开 在离开每一个房间的时候 记得都要踩下这个按键才出去 进入到闪电的房间 就使用闪电边吧 闪电边碰到把手就可以把机关给停掉了 第27克罗斯就在这里 一样是要记得踩下这个按键才离开房间 不然又要再次回来挑战了 左上角是龙卷风的房间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机关合并起来 就可以通过了 使用小子弹退到适合的位置 然后再用龙卷风把它吹上去 右上角的房间是冰冻房 使用冰冻可以冬结下面的火焰 然后不断的前进走到最后面就好了 四个机关都打开之后 就到了挑战小boss的时间了 使用榴弹会比较容易对付它 又解锁了莱西的一个新能力了 然后就到了踩小船的环节了 在踩小船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让小船碰到剑刺 不然小船会坏掉 这里我们可以先准备好榴弹 然后射破上面的石头可以往上爬 上面的左边有第28颗螺丝 巨剑人只要习惯了他的动作就很好对付 会给玩家蛮多时间来做反应的 挑战完了巨剑人就选择探索人 在前面的地图这里可以往右下角滑铲 里面会藏着第29颗螺丝 虽然看不到 不过剪刀的时候是会有硬效的 这一张地图我们要往上移动 在这个部分使用龙卷风上去 然后快速切换电极边 当去对面的话就可以看到第30颗螺丝了 拿完螺丝之后我们下到最下面使用火焰键烧掉铁树 第31颗螺丝就在这了 下一张地图在室内充满监制的区域 只要使用闪电边当到最左边 就可以看到第32颗螺丝了 只是守残党需要一些运气才能拿得到 探索人是我比较不爱打的boss 如果没有火焰键的话真的不想来打他 打完探索人之后 使用了螺丝买入威力盾牌 功能是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也不会后退 天体人的关卡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有两个迷宫 第33颗螺丝会藏在第一个迷宫里面 离开了第一个迷宫 到了一个需要不断往上移动的地图 图中可以看到第34颗螺丝 不算难拿 后半段的花园 可以看到第35颗螺丝 放在很明显的位置 至于第36颗螺丝 一样藏在迷宫里 为了获得第一个迷宫和这第二个迷宫的螺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洛克人频道的攻略影片 我本身也是一边看到的影片一边去拿的 天体人害怕飞弹 不断的使用飞弹就好了 水枪人 这一关就有趣了 看到这屋仔就有种感觉在玩 玛丽奥水里关卡的错觉 在游泳的时候要小心水流就是了 中间的小boss会比较麻烦 在挑战他的时候 这里是可以无限往下降的 一直到打败他为止 解决掉他之后 捡到了最后一个 可以解锁来袭能力的零件 在第二张水下地图的时候 这里可以使用流星雨来急破上面的柱子 爬上去就可以看到第37颗螺丝了 然后不断的往右下移动 使用龙卷风把这个坚持吹上去 就可以获得第38颗螺丝了 然后上面和中间的路都各藏着第39和第40颗螺丝 两个都是在往下掉的时候捡的 如果不熟悉的话 就会和我一样错过了 打败了水枪人之后 就要挑战威力博士的城堡了 一开始就要滑雪 在这里都不懂爆笑了多少个洛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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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都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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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就像一个洛克人 在这里都不熟悉 就能带有任何洛克人 在这里都不熟悉 打开了 只能带到一位 在这里都不熟悉 就能带到一位 这位置都不熟悉 花完血之後 就要使用闪电边连续档 如果在这个时候 不小心消耗完了生命条 那么就不好意思了 请从关头开始再次挑战滑雪吧 我也是在这里被毙练成了 可以一次通过滑雪 这一关的Boss也很麻烦 需要使用替足球的方式才可以攻击到他 一开始我就直接召唤莱西 来帮我攻击这个Boss 足球的话需要熟悉一下 他弹来弹去的位置 后半段Boss还会召唤踢身 足球如果射到踢身的话 踢身会掉下来爆炸 然后产生冲击波 红宝的第二关就好很多了 在这一关 让洛克人可以和朋友们再次合体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部分一定要靠前移动 不然会被夹扁 只是后面的这个飞机Boss感觉有点硬 有点难对付而已 不过问题不大 威力波士城堡的第三关也还好 只要没有滑雪都可以 中间会挑战弗鲁迪 不过他也不难打 中间的第一关 再冒险一下 最后面的boss是绿色恶魔 他的弱点是闪电边 可以使用一发蓄力弹 将绿色的液体开个洞 然后不断的使用闪电边来抽他就完事了 然后就到了 打霸道的环节了 经历过一段训练之后 随机进入一个房间 遇到了小丑 小丑害怕龙卷风 把他吹上去之后 他掉下来的时候会弹一下 这时候先不要急着发射蓄力弹 因为如果在他弹起来的时候 发射了蓄力弹 这个子弹就很可能会miss掉了 天狗人害怕冰冻 但是冰冻很难才能击中他 小时候就一直觉得这一只boss很帅 不过他飞来飞去是挺烦的 很难才可以射到他 使用冰冻还不如使用蓄力弹更好 流弹人害怕闪电变 冰霜人害怕流弹 冰霜人害怕流弹 天狗人害怕飞弹 天狗人害怕飞弹 要注意的是天狗人被飞弹射到 他的两颗铁球会掉下来 要小心不要被砸到 寿霜人害怕火焰剑 火焰可以直接烧掉这些树叶 巨剑人害怕水球 水枪人害怕流星鱼 不过流星鱼可以使用的次数比较少 使用完了就需要靠蓄力弹来攻击他了 打完了八大boss之后 就需要使用浑身解数来挑战威力博士了 威力博士的第一个形态 在他嘴巴打开的时候 会开始蓄力 然后发射出雷射炮 只要不断的射击他的嘴巴 他就会把嘴巴给避回去 第一阶段开局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莱希机车来抵挡一些伤害 弱点是眼睛 只要不断对他的眼睛攻击就好了 挑战完第一阶段之后 马上使用莱希来挖地上 但是没挖出什么好东西 血要没了 就马上再次召唤莱希来救命 捡了一堆补血 然后就剩下和威力博士拼命了 喜欢老游戏的朋友可以订阅我 帮我冲一下一千位订阅者 每周二会发布一些老游戏的影片 一起来回忆小时候的游戏 一起体验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我是你们的网络朋友 幼子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